先给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斑茄蛋烧饭 来锅里头先加点油 蛋还是要炒散 打两个蛋 蛋把烤散 这个功率有点小 要稍微等一下 等油温起来了我们再下蛋 搅蛋的同时加低点盐 你不要问我这个是电饭锅买的 因为这个是个样品 我也不来卖这个电饭锅 炸蛋 已经它的功率有限 要有点耐心 其实我这个人属于是这种钱不惯的人 就喜欢整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原来我还来电锅锅吹个羊骨 很多朋友说吹不熟 你买个这种热锅枪你还看吹得熟 绝对吹得熟 我是在精致车士 只不过有点费时间 OK 来 盖出来 盖了碗里的备用 水开了 番茄下点烫一下 这番茄大哈 精挑细圈的一个最大的 这个不要烫久了 皮皮都撕得下来就对了 对了 关火捞起来撕皮皮 冷脆的要筋一下 来 把皮皮撕了 做这个一定要把皮皮撕了 等会我们才好拌 把刀切 来刷我们的瓢根 再扣下去 现在放点备用 这个番茄我们把茄子切了 这样煮饭是火的起锄 刚才这个煎个蛋的锅儿 不要洗了 里头有油 也不能浪费 再把米加下去 米也不要太多 好 再来点盐 搅拌 水加起 这个稍微煮盖底点 然后番茄放进去 这点更合适 来 放到锅头 盖上盖子 烫起 煮饭 对了 半个小时以后就晓得了 时间到了 好期待 看熟没有 我看 哦 熟了 直接吃 把它吃 先去缺点泡菜了 把它直接拌起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 没有条件 我们要创造条件 只要你想吃 那就是有办法的 有电饭锅 我也可以让我们出美了 下次我们还可以拿电饭锅 来炒个灰锅 八十八 真的好吃